一口气看完狗肉将军张宗昌的一生 1881年张宗昌出生于金山东来州市 其父张西福是个吹鼓手家里穷的叮当响 1897年山东一带发生灾荒 走投无路的张宗昌被迫逃荒到东北 在东北流荡期间张宗昌经常与爬手 胡匪为伍 1899年山额在东北修筑中东铁路 张宗昌应招到中东铁路当驻落宫 在这期间张宗昌凭借着身材高大 勇于干重活为人也很仗义 并还学会了俄语 所以华人在那里的大小事情都会找他 连俄国人也让他三分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 张宗昌被招围翻译 并在俄军的支持下 张宗昌组织起一支队伍 负责袭击日军的后方 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 张宗昌又前往西伯利亚淘金 并在金矿担任总公投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 张宗昌经人介绍 在海参崴势了张希曼 胡金赵等革命党人 经二人宣传鼓动 张宗昌拉队伍回国 参加革命 并投靠了山东民军都督胡英 不久张宗昌又随军到上海 在陈奇美部下担任光复军团长 1913年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之意后 陈奇美派张宗昌到徐州 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 结果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 投降北洋将领冯国张 从此张宗昌成为直系一派 1917年冯国章出任中华民国代理大总统后 张宗昌担任世卫武官长 1918年孙中山对北洋军阀发动步伐战争后 张宗昌赴湖南参加 对孙中山南方军队的作战 结果大败而逃 1921年张宗昌又奉命入江西 与江西都军陈光远交战 结果再次大败 所部也被解散 张宗昌被迫投靠了 奉系军阀张作霖 从此张宗昌由直系转到奉系 1922年吉林延徽镇首使高士斌 趁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战板 联合胡匪卢永贵进攻哈尔滨 张作霖随即派张宗昌前往应战 此战 张宗昌并不确认地将高士斌和卢永贵击败俘虏 战后张宗昌被张作霖任命为吉林省随宁镇首使 1923年俄国发生内战 白俄卫军拜逃到中国 大多都投靠了张宗昌 自此张宗昌已有近万人马 1924年张宗昌奉张作霖之命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 此战奉系张作霖获胜并控制了北洋政府 张宗昌也因公被任命为宣府军第一军军长 驻扎在上海 同年在张作霖的支持下 张宗昌出任山东省军武都办 1925年张宗昌掌控山东后 横征暴敛压榨百姓 从而被百姓称为狗肉将军 同年青岛1.8万名沙场工人 因长期遭受日本资本家的压榨和虐待发动大罢工 但遭到了张宗昌的血腥镇压 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 1926年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北伐北洋军阀 张作霖派张宗昌南下 抵抗国民革命军 结果张宗昌战败 率残部退回济南 1927年张作霖趁国民党内部宁汉分裂之际 派张宗昌率军进攻 国民革命军冯玉降步 此战张宗昌用计逮捕了 国民革命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生 并不顾众幕僚劝阻将政金生枪杀 而这一杀是张宗昌在五年之后招来了杀身之祸 1928年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 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发动二次北伐 此战奉军战败 张宗昌被迫离开山东 撤入天津一带 同年国民革命军逼近北京和天津 张作霖被迫离开北京回东北 但在回东北途中 张作霖被日军诈伤去世 张宗昌得之后悲痛万分 手下虽然还有五万人马 但不知何去何从 他向张学良恳求入关 但张学良怕他入关后取而代之 于是拒绝了张宗昌入关的请求 随后国民革命军占领京津后 对张宗昌部发起进攻 张宗昌战败被迫逃往日本 1931年 918事变爆发后日口侵占东北 张学良的东北军退入关内 此时的张学良担心 张宗昌充当汉奸 便电摇他立即回国 次年张宗昌回国 暂居北京铁石子胡同 1932年 张宗昌以扫墓为由从北京来到济南 并受到了山东省主席韩富举的盛情款待 但韩富举发现 张宗昌阴谋重新占据山东 便决心将其除掉 同年 韩富举找到了 五年前被张宗昌杀害的 郑金生的儿子郑继成 在韩富举的帮助下 郑继成将杀户仇人张宗昌 将杀于济南火车站 终年51岁